哎 你这个傻丫头 你不说说你来收山货吗 怎么开始去采金银花了 我说的有山货呀 我看到金银花就想采 你即便是想采嘛 你把你说的山货的背头放下了吗 这样背着不累吗 一会背一会放的多麻烦呀 我还是背着吧 哎呀你这傻丫头你听我的吧 哎小康 哎你把手机拿着 我去把印尼的背头取下来 哎好的好的 哦还收了不少啊感觉 哎呀 哎呦 挺沉的是吧 挺沉的 哎 今天依林还是收获满满的 我们看一下收来些什么 哎 你收的有那个干的金银花吗 是 上面穿上人家是那个采的晒干的 哦 那罗哥 你们那里还有一棵呢 我不去采 有吗 我那边还有啊 小康 帮忙吗 你是不是又叫我帮忙 对呀肯定帮忙 行行行行 哎卢总 这大山里面野的东西就是多啊 对呀 你看这个金银花 还开的挺好的 哎 哎 你那口采完了吗 采完了 这个 即采花苞啊开的不采 开的不要 只采花苞 对只要这种花苞开的不要开的不好 这种开的不要是吧 对开的就不好了 为什么 开的不好吗 只有这种不开花苞的才好 哦对啊 行 那我们不要采了吧 采了我们 去下面坐着休息会儿 然后我跟你说点事情 行 好 行 你先跟你说 帮我走来多久啊 他还说走了四个多小时了 四个小时了 一来一回 一来一回 那不是有公路吗 有 可以帮我走 不能帮我远 你都少帮你近一点 好了 好了 我们再来休息一下吧 好的 行 一年啊 安 这个水能不能喝啊 能喝啊 就我们村里都喝这个 这是从原始森林留下来的 哦 一年 哎 这个金银花 这种挑出来不要吗 对这个不要的 只要这种花吧 大陆哥啊 你这几天怎么好几天没有上来了 我那边比较忙嘛 然后那个金色金银花 以后就必须采了 知道吗 你看那些手上面悬崖小壁的 挺危险的 啊 还有 你去收吗 直接收起来 你自己采采费了多少 知道吗 还有就是 你以后收山货 把小白带上 你看你这么多 为什么多累啊 小白不是你的吗 什么你等我的 是这样子的 然后 我可能过两天我就要 去别的地方了 到时候的话 你 自己去吃山货来去小白带上 啊 我这样吧 我看明天还是后天 我上来 跟你一起 然后去洗澡村转转看看啊 你再带你带你一次 好不好 好 那行 一年啊 这进化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拿回家泡水货呀 对呀 小胖给你都可以 小胖可以 一年背中里面有干的 人家回去拿一点点嘛 走了回去了 好的好的 来行 哎一年 哎 小胖哥 哎 卢总 今天收货怎么样 你看吧 还可以吗 慢点慢点 上面那个村的都收完了吗 没有 很多人都不在家都上去找山货 打竹顿去了 是吧 还不错啊 哎卢总 这小白 还让你签啊 开始不愿意 然后时间长点他就愿意的 嘿嘿 小胖你那个车开上来没有 开上来在下面了 那行啊我们下去吧 哎大卢哥下面还有几家呢 早上来了之后他们不在家我们去看看 啊那行吧 我看一下 走我们去看看另外几家他们回来没有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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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小白 哎卢总 这小白还挺能吃的啊 对 他们家有没有狗啊这里 我看看 好像没有 没有 我们今天还给他带了这个玉米 带玉米啊 带干粮 带干粮那你们吃饭没有啊 我们吃了我们也带到了干粮 哦 对 小白 但是小白投东西就是方便是吧 对方便的很好的 他们不知道有没有杉货啊 英明在那里问 好 怎么样 大哥那个是实在家了 他们说他们家有杉货 有杉货啊 哦 那叔叔说不能拍他的脸 不拍脸是吧 那可以 不拍脸就行了是不是 对不要拍脸就可以了 那行那行 走吧 注意一下不要拍到人家的脸 好的好的 行 我把马刷起来 哎好的 小白 哎卢总 啊 之后怎么样 天王和这个赵脚米还行 杨竹菌 太差了 杨竹菌太差了 就是杨竹菌 怎么这样子啊 兄弟 你给叔叔说一下 就是 这两样还可以 这个就是 不行 你也不觉得 如此 你上次这个东西啊 我吃点黑黑的 我吃点黑黑的 你吃这个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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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这个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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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不行 他这个的话就已经是 他已经找的已经是大的了 而且 而且他这个 价钱一定还是个村里的那个 九十块钱一两走 不便宜 那肯定不行吗 人家洗了 我说 小的就对这么大 大的 这么长一个的 你也知道 这样子嘛 这个东西我可以买 但是必须要便宜 买回家我自己吃啊 其实是可以吃吗 我知道 不能够的吗 他说不行 一定要按村里的价格走 还是那个价格大斗大斗 那肯定不行都行 全天色就不够的了 他不一起买的话不卖 你就是这两个也不卖 一起买 这货确实 不好 他的意思是要买的话 就一起买 要不然他就不卖 回忙家住吗 那算了吧 那我们改天再来吧啊 你也把我们这些事都经过 属于那次就能回给他吗 你你这边买 就不买 你这边买 不行是吧 不行不行 好吧 经理 收散户的时候 有的价格该讲的是要讲着的话 嗯 然后 然后 那个指令那些还是要保证好 嗯 知道了还有的比如说 年纪大的爷爷奶奶去找的山货 首先差一点这不影响食用 你买上到时候给给我啊 我拿回家吃 嗯行 还有 一年 我明天就要走了 卢总啊 不是明天啊 那边 先生的领导说 今天晚上就让你过去 今天晚上对呀 啊 你走 对什么时候回来 嗯 那边 有个县的吗 他们那个招商引资的领导 邀请了我好几次了 然后我还是要过去 可能时间有点长 时间长是多久吗 几天 不是如果说 那边项目可以的话 可能半年一年那些都有可能 啊你这么久不回来 哎没事嘛你现在 好好送你的山货就行了还有 到时候你哥哥 快回来了王一生已经告诉我了 快回来了啊 有个个陪 哎就是你平时收摊货的时候 不要搞太迟 早点回家下午啊 你一个女孩子 我也不放心 要不这样吧小康 这次你就不和我过去了 啊我不和你过去啊 那谁和你过去啊 嗯 我的公司随便叫个人吧 然后和我一起过去 这边的话你把山下的农场打理好 然后一年这边 还有他哥哥到时候回来了还需要照顾 有什么困难 到时候你上来帮助一下 毕竟你 你这边比较熟悉吗啊 好吧那我 我再去放心吧 行 你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傻丫头 你你怎么哭了 你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回来的 回来从不回来了 要回来的没事的啊 有小汉哥哥在啊 这样吧 那如果说今天过去的话我要早点回去 准备一下 然后以后这边印铃的 记录就交给你了 交给我啊 好 然后 新年 加油 健康啊 还有小汉 这边 大厦上面 天气 忽冷忽热的 上的时候穿厚一点啊 是的好的 那行 新年 别让你和小汉哥回去 那我就走了啊 你不走不行吗 一定要走 别说我还回来的 健康 走了想看 好的 人这一生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有朋友和知己 还有贵人和恩人 你认为大卢是伊林的什么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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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